同学聚会上,分了四年的前男友看着我身旁两个小孩,冷着脸问,这是你的。我点点头,可爱吧,他们都说长得像我。他痛心疾首地看了我一眼后,夫妻离去,半个月后,他在我家楼下拦住我,咬牙切齿地问,你打算什么时候二婚? 我,我话还没说完,又被他打断,我最近很想带孩子,尤其喜欢双胞胎。 哥嫂背着我去了海南渡蜜月,扔下一对才三岁的双胞胎侄女,可可和爱爱给我照顾,恰逢大学同学组织全班聚会,经常放鸽子的我被班长特地点名必须要去,否则逐出班谱。 无奈,我只好带着两个小侄女一起去,因为聚会的酒店离我家近,为了多睡会儿,我就没定闹钟。 没想到一觉醒来已经是中午十一点半,我疼得从床上弹起来,简单收拾了一番,就赶了过去,等我一手牵着一个小孩,到达宴会厅时,里面正聊得热火朝天的同学们,一下子安静下来,班长看到我带着孩子时, 也愣了一下,反应过来后连忙小跑过来,给我安排了距离上菜口远的三个位置。 等我带着两个侄女坐好,她从果盘上拿了几块软糖,对俩小孩说,叫叔叔,有糖吃。 俩小孩乃声乃气地齐声叫了句叔叔,班长笑开了花,夸他俩和名字一样可爱,旁边的女同学也凑过来,对我说,可以呀爱欠,人生赢家呀。 长得真像你,多大了呀。 三岁了,我总感觉他们误会了什么,忽然,头顶出现一片阴影,我仰头一看,居然是我那个分了四年的前男友石峰,他死死地盯着我俩侄女,一字一顿道,这是你的。 分了四年了,还敢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我心里那股叛逆劲一下子就上来了,我笑得恬静,做出一副温柔的人淒脸,是啊,双胞胎呢。 石峰深吸了一口气,又问,你结婚了?结了,但现在又离了? 我说完后,周围顿时一阵唏嘘,刚才那位女同学愤愤不平道,是哪个渣男? 就这样把你们母女三人丢下不管,你女儿还这么小,她怎么狠得下心的? 不知道石峰被这句话里的哪几个字刺激到了,还没等人,说完就一声不吭地走了,任凭班长,怎么喊他都没回过头,班长挠了挠头,对众人说,这个,这个石峰他那边出了点状况,不用管他,大家继续,继续。 宴会厅内气氛又热烈了起来,一堆人围在我俩侄女旁边,一会儿说心疼我和我,女儿,一会儿又义愤填膺地齐声讨伐我。 那个根本不存在的前夫哥,下午两点左右,大家吃饱喝足,准备去KTV开个包厢唱歌,我已带着孩子不方便,唯由推掉了。 没想到,回家路上居然碰到了石峰。 我正想装作没看见静止走过去,没想到石峰居然伸出手拦住了我的去路,我忙把两个埋着头只顾往前走的侄女拉了回来,石峰目光直直地对上我,你什么时候结的婚? 我心里有些莫名其妙,随便胡周了个时间,四年前的事了,是家里介绍的相亲。 他急于抓狂,所以你那时候刚和我分了就无缝衔接。 忘了这茬了,我善善道,我看他各方面都挺好的,所以就石峰的眼圈微红,语气有些哽咽,你就因为这个原因跟他闪婚,还生了孩子。 爱倩,你真是,他欲言又止,我总感觉他下一秒就要哭出来。 啊这,怎么了这是,当初分手的时候也没见他这样子啊? 我有些诧异地看着他,张着嘴半天了,不知道该说些啥,他被过去整理了一下情绪,过了会儿又回过身问,算了,你什么时候离的? 我含含糊糊道,前不久。 石峰瞪大双眼,满脸的不可置信。 我总感觉他下一秒就要跳脚,你就嫁了这么个人。 你家里人当初怎么给你挑的? 我在心中对那位不存在的前夫哥,默默说了句对不起,算上石峰,他今天已经被三十九个人骂了。 啊,马有尸体,人有尸足的吗? 他不再看我,转而低头看了眼我的俩侄女,说,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幸运的话,找个好心人,搭伙将就着过了呗。 我一派的渣女语气,石峰气笑了,他烦躁地扯了下一领,语气十分生硬。 行,那我助你欧气爆棚,早日找到个大院中。 说完麦开腿飞快地走了,那速度,差点让我以为他开了急跑,我以为从这之后就再也不会看见石峰了。 没想到,三天后,我去超市买菜的时候,又和他偶遇了,我费力地推着两辆购物。 车,一辆车里坐着可可,另一辆里面坐着矮矮。 孩子多了就是这点不好,总得维持住那点微妙的平衡。 这样想着,我叹了口气,却一时忘了控制可可坐的那辆车,眼看着就要撞倒至物价上了,一只修长的手及时地把住了车栏。 我顿时松了口气,感激道,谢谢,说着我抬起头,发现对面的人竟然是石峰。 他另一只手提着个满满当当的购物袋,正目光忧愿地看着我,我的笑容瞬间将注。 石峰把着车栏的手用力道发白,他咬牙切齿道,什么意思? 看见是我就垮起张脸。 没有啊,你看错了。 我强行把刚掉下去的嘴角又扯了上来,好声好气地陪笑,石峰哼了一声,把购物袋放进可可那辆车里,推着车就要往前走。 我心里大叫不妙,连忙追上去拽住他,光天化日之下你要抢孩子。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你这么笨还偏要带着两个孩子逛超市,我不帮你带一个你能行。 如果心里想法能据像话的话,我想此刻时风头上一定顶着个大大的问号,脸上还会写着无语两个字。 我默默地收回了手,推着艾艾只想顺移到收银台结完仗走人,但我忘了,这鸡贼的超市老板在前往,收银台的必经之路上设立了零食区,这对带着孩子的我来说,它已经不再是零食区了,而是重灾区。 当我反应过来时,已经晚了,妈妈,艾艾要这个。 艾艾伸着手,指着地上一桶巨大的玻璃海苔,为什么突然叫我妈妈?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紧接着,我听见前面可可的声音,爸爸,可可要这个。 他在叫谁爸爸? 我僵硬地抬起头,入木地是石风一脸,被蒙力暴击的表情。 懂了,这俩熊孩子搁这儿玩起过家家了。 还呀,老姑我行走江湖二十余年,还是第一次亲历如此尴尬的场面。 我尬到脚趾抓地,咬着后槽牙道,不好意思啊,那个,话说到一半,戛然而止,我看见石风像是中了迷魂药似的。 真就顺着可可的意思,从架子上拿了和曲奇饼,停顿了一下后,把那一堆曲奇饼全塞进购物车里了。 可可开心地拍着手说,哇,爸爸真好,谢谢爸爸。 这边眼馋的爱爱愤愤愤地看着我说了句,妈妈是小气鬼。 接着转头,也对石风喊着,爸爸,爱爱也要。 石风忙不迭又抱了一堆零食,塞进爱爱的购物车里,旁边走过一对小情侣,女生语气艳羡地说, 老公,你看看人家多幸福啊,我也想要一对这样的双胞胎。 男生坏笑了下,贴着女生耳边说了些什么后,女生的脸爆红,连连说了好几声讨厌后,娇羞地跑走了。 石风在可可和爱爱一生生的爸爸中,迷失了自我,化身为人形,扫货机,方圆八米内的货架在,他的一双蜡手下寸草不生。 问,为什么只有方圆八米? 答,因为购物车在赛就要炸了,我伸出尔康手,看着石风推着两个颤颤巍巍的购物车,去了收银台,不要啊,刚过完双十一的,我没那么多钱啊。 我冷汗直冒,寻思着打个电话给我哥让他掏钱,却听见爱爱催促的声音从那边传来,妈妈快来,回家了。 只见两个收银阿姨玛丽地把商品,装了六个超大号购物袋后,笑得十分谄媚地递给了石风,嘴上还不停地说着什么,我跑过去后只来得及听见一句,小时总慢走啊。 搞什么?这超市是石风家的,还傻站着做什么?带路啊。 石风心情甚好地挑挑眉,等着我过去,我看了看他手里那几个沉甸甸的购物袋,不争气地屈服了,我也来提两个吧,说着我伸出手,示意他给我两个袋子。 不用了,你好好牵着他们就是,帮了我最大的忙了。石风撇撇嘴,一脸嫌弃道,可恶,我转身牵起俩小孩的手,头也不回地走了。 前头我牵着孩子,慢悠悠地走着,后头石风提着袋子寸步不离地跟着,这画面莫名地和谐,以至于一路上的行人们都理所当然的,把我们当作了四口之家。 我硬着头皮一路走了过来,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巨大的伤害,可石风却像是不曾察觉似的,笑得和蔼,像个慈父,加一下微信吧。 一共多少钱,我待会微信转你。 我拿出手机,打开扫一扫,石风把袋子,放到一边,打开手机哗啦几下后,我这儿就弹出来一条好有深情,我低头瞅了一眼,他的头像居然还是没分手前,用的那个小猫情侣头像,点了通过后我收起手机,有些古怪地看着他,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你当初能狠地下心扇了我,我可没舍得也扇了你,渣女。 石风像个被抛弃的小媳妇似的,唯唯曲曲地站在一边,我受不了了,一下子提起购物袋,带着可可和爱爱进了电梯,这俩傻孩子还不舍得朝石风挥挥手,大声说,爸爸再见。 电梯外石风也笑着做了个白白的手势,不知道是不是看错了,我竟从他脸上读出了一丝落寞,我眯了眯眼想看得清楚些,电梯门却在这时候关上了,算了,他现在怎么样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回到家后,我直接泪瘫在沙发上,可可跑过来问我,姑姑,可可还想再和那个叔叔一起玩。 爱爱也是,我白眼简直要翻上天,怎么不叫他爸爸了? 爱爱眨巴眨巴眼睛,说,可是过家家游戏已经结束了呀,姑姑还没玩够吗? 服了,你俩下次再在外面乱叫人,小心我把你们炖汤吃了。 我张牙舞爪地说着,还夸张地扬了扬手,俩熊孩子根本就不怕我,咯咯咯地笑了一会儿后, 跑到一边玩芭比娃娃去了,我绝望地发了条微信给我哥,你个天杀的什么时候回来,我快被你女儿整得精神率弱了。 表情包,狗生有了点疲惫点剧屁剧,我哥很快回了信息,哎呀别急嘛,我们后天就回去了,你嫂子给你从这边带了不少特产呢,再坚持坚持哈。 我切成了语音输入正要破口大骂,一条支付宝消息堵住了我的嘴,爱语向你转账,圆。 行吧,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点开了橙色购物软件,正准备抓住双十一的尾巴大买特买时,忽然想起自己好像还欠了一笔债, 还是欠得石丰的,我悲愤交加地爬了起来,去购物袋里找小票,六个袋子都被我翻了个底朝天,还是没见小票的踪影。 无奈,我拿起手机给石丰发了条微信,今天买的那些一共多少钱? 我没找着购物小票。 我想了想,又发了个挠头的表情包,趁着他没回消息的间隙,我点开他头像,看了看他的朋友圈,好家伙,全是我和他没分手前发的合照,甚至连朋友圈背景,都依然是我之前给他拍的那张,配文是欢迎光临我男朋友的朋友圈,四年了,好像变了什么,但又好像没变。 手机的铃声把我从出神中拉了出来,石丰,刚在开车,没看见。 石丰,我也不知道多少钱,你就先欠着吧。 我缓缓地扣出了一个。 石丰,反正你别想着删我,万一哪天我想起这事儿了,又找不到你人,我就告你骗钱。 石丰,骗的还是我这个,单纯无知的花季少男。 我一口老血,差点喷出来。 大哥你笨三了都,还花季少男,脸皮这东西虽然不能当饭吃,但也不能完全不要啊。 石丰,委屈猫猫头点句屁句,石丰,屁。 我才二十七,哪有你说得那么老,而且你没听过一句话吗? 年纪大的男人才会疼人。 我发了一串省略号过去,看了眼堆在一边的购物袋,又打开聊天框,总之这次是我欠你人情了,如果下次你有我能帮得上忙的地方,尽管叫我。 消息顶端的对方正在输入,出现又消失,我等了半天,石丰才回了消息。 好,话题就终结在这里,其实我有点想问问他为什么,还不把那些朋友圈删掉,但手指在屏幕上滑来滑去,始终打不出一个字,只能作罢。 我干脆把手机丢到一边,闭上眼镜摆烂,还没等我摆上几分钟,催命曲一般的铃声从矮桌上传来,毁灭吧。 我累了,本来想假装没听见,可对方一直没有挂断。 像是要把后脸皮演绎到极致,我用脚趾头想想都知道是谁打来的,拿起手机一看,果不其然,屏幕上显示的是大大的投胎二字,我按下,接听,美好气到,有什么好事。 那边传来爱语带着浓浓讨好意味的声音,哎呀,老妹儿啊,这部我们公司来了个兴时的新币boss,让交上个季度纸质报告。 这会儿咱都在度假呢,所以你看,能,不能,嘿嘿,我白眼都要翻上天,不干,我这一双腿光是带你俩女儿,就已经快费了,你居然还好意思得寸进尺地让我给你跑腿。 我就想和你嫂子好好度个假,你再帮我这最后一次,只要你肯帮我,跑腿费大大低有。 我总算提起了点精神,行,那看你诚意。 电话刚挂断,手机就弹出一条,爱语向你转账。 原的消息,我撇撇嘴,把可可和爱爱放在托儿所照看会儿后,打了个车往我哥公司开去。 半个小时后,我拿着一把资料,站在办公室和时风大眼瞪小眼。 真服了,原来我哥说的时总不是时总,而是时总,月老来了都要感叹一句孽缘。 我摸了摸鼻子,把报告递给时风,那什么,我来替我哥交报告。 你哥? 爱语? 嗯,他和我嫂子去海南度假,我帮他跑个腿。 他接过报告,放在桌面不管,双手撑着下巴,开玩笑地说, 我合理怀疑你是故意找借口接近我,怎么,想复合。 我直接黑人问号脸,真有他的,跟你商量个事。 时风一脸得意,十分高傲地嗡了一声后,拿起保温杯,喝了口水, 好整以暇地等着我的下文,就是你能不能把你的自信分我一点。 回应我的是一声扑,幸亏我站得远,不然肯定要被他喷一脸水。 我这样想着,看向时风的眼神里带着不加掩饰的嫌弃, 他缓了好一会儿,才得以开口说话,你说要商量的事,就这。 我发自内心地吃笑一声,回了句不然,你以为呢后, 转身潇洒地离开了办公室,出了公司门之后, 我本想趁着熊孩子不在身边,去吃顿美美的大餐, 结果又被人叫住了,本美女很忙啊,求悟Q。 让我独自美丽不行吗? 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做出一个微笑, 回头去看,叫住我的人是个穿着米白卫衣的男生, 有点眼熟,不确定,再看看,他小跑几步过来, 脸上是掩饰不住的惊喜笑意,爱欠学姐, 没想到能在这儿遇到你,还记得我不。 我努力回忆了一下,还是没能想起来这号人物是谁, 杨诚见我这样,有些失落,他挠挠头又说, 就是那次校运会上,因为跳高被封为大孙悟空的那个。 我想起来了,大学时期一次校运会上, 有个男生跳高的时候,直接把横杆扛走了, 因为姿势和动作太过奇葩而荣登校园名人榜, 后采纳广大校友以及本人意见,将其封为了大孙悟空, 当时我在新闻社,还采访过他来着, 我向他伸出手,说, 哦哦哦,原来是你,好久不见了。 杨诚波有些受宠若惊地跟我握了握手, 随后又说,正好我在这附近有一家日料店, 学姐有兴趣去尝尝吗? 被他用那种饱寒期待的眼神看着, 我还真拒绝不了,好吧我承认, 我只是单纯地拒绝不了日料, 到了地方后,我才发现这家店居然是最近社交平台上, 很火的网红店,当时刷到了还寻思着找个时间, 和朋友来尝尝呢,看着店里络绎不绝的客人, 我羡慕的泪水不争气地从嘴角流了下来, 毕业四年。 同级的时封已经成了公司的大boss, 而小我一届的杨诚也混得风生水起, 只有我这个扑街仔还在社会的底层摸爬滚打, 店里员工很会看眼色, 知道是老板来了,上菜速度快得出奇, 不一会儿桌上就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碟子, 我食指大动,忍不住搓搓手道, 那么我就不客气了。 杨诚笑着点点头,吃到一半, 我看他有些欲言又止的样子, 便放下餐具,问,你是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 尽管问吧,以咱们的校友情义, 学姐我肯定之无不言,言无不尽。 杨诚扭扭捏捏捏地说, 听说学姐和石峰学长分手了, 是真的吗? 我一口鹅肝, 差点没咽下去, 见鬼了, 怎么哪哪都有石峰? 还没等我说话, 就听见一道欠奏又张扬的声音, 自包厢门口传来, 是分了, 但现在又复合了。 我往那儿一看, 石峰正黑着脸, 像跟店献杆似的笔直地处在门口, 不是, 我什么时候和你复合了? 杨诚听见这话, 得令一班上前, 一步将我挡在身后, 石峰学长, 分手了还纠缠人家, 这不太好吧? 小伙子挺正义昂, 可石峰看都没看他一眼, 只说了句, 关你什么事? 杨诚被这一句话, 堵得死死的, 不知道是想到了什么, 他眼睛一亮, 转过身看着我说, 怎么不关我事了? 我正在追求学姐呀, 我就知道你小子动机不纯, 这是什么修罗场啊? 我两眼一黑, 想着干脆让我昏死过去算了, 石峰鼻子都气歪了, 大不留心地朝我走来, 一言不发就抓起我的手往外走, 眼看着杨诚的手也伸了过来, 为了避免形成和鸟子一样的尴尬局面, 我忙把另一只空闲着的手揣到背后, 来不及去管杨诚那受伤意味十足的眼神, 我已经被石峰一路带着离开了日料店, 那男的是谁? 茶里茶气的, 石峰闲悟地往日料店里瞥了一眼, 我差点一口气没上来, 从没见过有人用茶里茶气来形容男生, 石贵人, 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朕不知道的? 先甭管他是谁, 你倒是给我说到说到咱俩啥时候复合了? 石峰里直气壮道, 我那个时候要是不跳出来说, 你是不是就得答应他了? 真是怪事, 明明附近没有卖醋的, 我怎么闻到了一股酸味? 我就算答应他了又能怎么滴? 大哥你清醒一点, 咱分了四年了, 都,就算有人追我你也管不着了吧? 还是说墨菲阁下就是传说中, 那位家住海边的太平洋警察。 我阴阳怪气地一顿嘴泡下去, 石峰的脸已经成了鹅干涩, 天天我说的话句句在理, 他根本没法反驳, 石峰语气声硬道, 反正你不准答应他。 我本来没把杨成那番话当回事, 可被石峰这么一通虎脚蛮缠, 我那才刚安分了没多久的逆反心理, 又开始蠢蠢欲动, 我偏就答应他了, 你就说你能怎么着吧? 事实证明, 乱说话是会有报应的, 我话音刚落, 就见杨成不知从哪儿瞬移到了我面前, 一双眼亮晶晶地看着我说, 真的吗学姐? 那我们现在赶紧拍照官宣吧, 这位给大孙悟空, 你是嫌场面还不够混乱吗? 真想穿越回一分钟前, 用胶带把自己的嘴封上, 去去去, 官僻地宣, 他刚开玩笑的, 对吧? 石峰一下子把杨成拉开后, 转头对我说, 我没想太多, 忙接过话茬, 是是是, 不好意思啊杨成, 我刚乱说的, 你别放在心上, 等看见石峰脸上 那抹一闪而过的奸诈时, 已经来不及了, 只见他一脸欣慰道, 倩倩, 我就知道, 你不放心把孩子交给别的男人。 孩子? 什么孩子? 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一旁的杨成也发出了和我同款疑问, 石峰脸上挂着得逞的笑, 对杨成说话时仿若恶魔低语, 你不知道吗? 我们有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女儿, 杨成被他这一番话吓得连连后退好几步, 震惊到诗语, 手指颤颤巍巍地对着我和石峰, 满脸地不敢置信, 我一下子反应过来, 石峰说的双胞胎女儿是可可和爱爱, 以前怎么没发现, 石峰身上居然还具备着成为接盘侠的前置呢? 这边的动静已经吸引了不少吃瓜群众, 他们三三两两地聚成一堆, 时不时还点评几句, 如果现在把那俩熊孩子, 其实是我侄女的事说出来, 这事儿恐怕得没完没了了, 估计明天我就能登上热榜, 那真叫一个光宗耀祖, 于是我硬着头皮说, 是的, 我确实有两个孩子, 但是还没等我说完, 杨成就打断了我, 心灰意冷道, 好了, 学姐, 不要再说了, 我明白了, 是我不配, 我退出, 我再次发动经典技能耳康手, 效果很明显, 那就是明显没有效果, 这下别说是跳进黄河, 就算是跳出银河系, 也洗不清了, 我看了眼时风, 他这会儿正撕着个大牙偷乐, 好不容易摆脱了人群, 坐上出租回了小区时, 天色已尽傍晚, 我突然又想起托儿所, 还有两个熊孩子等着我去接, 无奈, 只能让师父掉头又去了托儿所, 等把可可和爱爱领回家后, 我摊在沙发上长须短叹, 爱, 我美好的假期都被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事, 浪费掉了呀, 快点来磕小行星撞击地球吧, 这样全世界打工人, 明天就不用早起上班了, 我很好, 不用担心我的精神状态, 兜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 我拿起一看, 是爱与内斯发来的, 妹啊, 我合计你明天就要上班了, 就让爸妈从老家那边过来帮忙照顾, 可可和爱爱几天, 你记得去高铁站街一下, 真是福了, 你早点说会死吗? 爱语回了个憨笑的表情包, 我托起似有千斤重的身体, 把玩得正起尽的俩熊孩子又送回了托儿所, 正想打个滴滴时, 一辆黑色轿车在我面前停, 了下来, 车窗缓缓降下, 露出的是石峰那张让我这几天, 恨得牙痒痒的脸, 去哪儿? 我送你, 从这儿打车过去也要好几十块钱呢, 能省则省, 我这样想着, 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师傅, 高铁站。 石峰笑得十分狗腿, 接话道, 好嘞, 请这位小姐系好安全带, 我们这就出发了。 我看着车窗外灯光璀璨的夜景, 越想越不明白, 最后干脆开口问石峰, 我不懂, 你是个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 他一边等着红灯, 一边透过车内后视镜, 观察着我的表情, 你别装傻。 石峰黑黑笑了一声, 说, 求复合的意思。 我看着他的后脑勺, 心里突发奇想, 笑着说, 离异带俩娃的你也要。 他沉默了很久, 在开口时声音有些干涩, 要, 是你我就要。 这下轮到我沉默了, 想了想, 我决定向他坦白, 正斟酌着想要开口, 就听石峰说, 你看, 那是你爸妈吗?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 不远处两个老人家 正举着个横幅, 横幅周围还挂了一圈彩灯, 上面印着几个大字, 爱歉, 我们在这。 妈了, 我只是近视, 不是瞎呀。 在众人奇异的眼光中, 我和石峰把横幅收进了尾箱里, 带着我爸妈上了车, 倩倩, 你坐副驾来吧, 后座给叔叔阿姨坐。 石峰笑得跟个良家妇男似的, 哎, 这小伙子不错。 我妈逮着他, 就是一顿夸, 我心里直呼不妙, 果然, 车刚启动没多久, 我妈就开始表演了, 小伙子叫啥名啊? 阿姨, 我叫石峰, 石后的石, 峰叶的峰。 我爸接到我妈的眼色, 忙做起了捧跟, 他连连点头道, 这名真好听。 我妈笑了笑, 附和几句, 又问, 石峰老家是哪儿的呀? 今年多大了? 阿姨, 我今年二十七, 老家是南姑的, 不过现在已经在宁峰买了房子了, 预计以后定居在这儿了。 听了这话, 我抬起眼皮, 看了他一眼, 可以可以, 年轻有为呀。 这么优秀的小伙子, 应该有很多姑娘喜欢吧? 还没结婚呢? 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出声打断, 妈, 你查户口呢? 我妈一个大笔都拍, 在我背上, 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一头, 不会拱人家白菜的猪, 好在我这一下也不是白挨的, 这之后我妈安分了不少, 十多分钟后, 车子停在了小区门口, 我像是封到了邂逅, 正准备下车。 就听她说, 倩倩, 我明早来接你上班。 我推剧的话还没说出口, 我妈就一下子把我推开, 喜笑颜开道, 好嘞, 阿姨明天一定叫她早早起床收拾好, 不让你久等。 我怀疑时风才是我妈亲生的, 出了电梯后, 我偷摸着想逃回自己家, 却被我妈无情地拽去了对门, 指着我的脑门劈头盖脸, 就是一顿骂, 我说你这个憨瓜真是烂泥浮不上墙, 那小伙子明显对你有意思, 你还跟块木头似的。 老娘我精明一事, 怎么就生出你这么个蠢的死的? 我捂着脑门, 弱弱地说, 妈, 我和她不合适, 你告诉我, 怎么就不合适了? 人家长得又俊, 条件又好, 性格也挑不出错来, 我寻思是老爱家祖坟上冒青烟了, 才能让你捡到这个大便宜, 你倒还挑上了。 我妈从地上捡起一个充气玩具锤子, 威胁道, 反正今年过年前, 你必须给我带个对象来, 你瞧不上人家时风, 那你娘, 我就只能舔着一张老脸, 去给你打听相亲, 向到你满意的为止。 我抠着衣脚, 欲哭无泪, 这时, 我爸带着可可和爱爱从托儿所回来了, 趁着我妈的注意力被孙女儿转移走了, 我赶忙脚底抹油, 从我哥家逃回了自己家, 看到自己久违的小窝, 我身心顿时放松下来, 摊在懒人沙发上, 我莫名又想起了被我妈说得跟个香啵啵一样的时风, 平心而论。 时风确实是个非常合格的男朋友, 大学四年, 我们的感情很好, 几乎没有发生过争吵, 本来都说好了毕业就带着对方去见各自家常, 却在大四下学期的实习期分手了, 分手原因很简单, 异地, 没扛过平淡期, 她去了南姑, 而我则留在宁峰, 相距两千多公里, 坐高铁都要七八个小时。 刚开始我们还能天天打视频, 后来工作越来越忙, 忙到连聊一小会儿天的时间都没有, 偶然一次假期, 我乘高铁去了南姑想给她一个惊喜, 却正巧撞见她穿着一身笔挺西装, 语气熟忍的与年轻的女客户相谈甚欢, 我忽然发现我们之间好像开始有距离了, 她看见我后, 急急忙忙地解释, 我说没事, 她才放下心来, 说要带我在南姑好好玩几天, 可第二天她就满脸愧疚地跟我说, 她那边有一个重要项目要跟, 没办法陪我了, 我装出一副不在意的样子, 笑着宽慰她, 等她走了之后, 我立马买了最快的一趟高铁票, 在高铁上我一下子明白了很多, 我和她归根结底还是一个不合适, 异地恋的苦我吃不来, 其实我是一个在感情上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人, 她不在身边, 我总是会忍不住去想她会不会遇到比我更好的人, 我想知道发生在她身边的所有事, 还有她一天下来的心情变化, 等等等等, 不能再耗下去了, 我想, 长痛不如短痛, 与其长时间受煎熬, 不如趁早断了, 于是我向她提出了分手, 她没有答应, 只说等我冷静下来再谈这事, 我也怕是自己一时情绪上头, 就把这事搁置了几天, 那几天里她一场黏人, 打不完的视频, 说不完的话, 送不完的礼物, 聊不完的未来, 可那之后我还是决定分手, 她问为什么, 我说我受不了异地, 她不再多说, 回个了, 好, 后来在朋友和家人的劝说下, 我也不是没有尝试着去开始, 一段新的感情, 可寻寻觅觅, 终不如她, 本来我都做好了孤独终老的打算, 她却突然再次出现在了我眼前, 看向我的目光, 一如当年的热沉, 胡思乱想了大半夜, 我才终于在凌晨十分沉沉睡去, 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 第二天根本起不来, 我几乎是被我妈拖下床的, 人家时风一早就在楼下等着了, 你还在这儿睡得跟头猪一样, 快给我起来去洗漱, 完了赶紧下去, 我妈一手拿着个锅铲, 一手拽着我的腿, 血脉压制下, 我像是被打通了人都二脉, 用此生从未有过的速度把自己收拾好, 连早餐都来不及吃, 就被我妈抡着锅铲赶了下去, 十风站在楼下沐浴着清晨的阳光, 看我来了, 十分绅士地为我拉开了副驾驶车门, 还做了个请的手势, 等我做好后, 她又不知道从哪儿掏出来一个三明治递给我, 我伸手接过, 祈祷, 你怎么知道我没吃早餐? 她有些好笑地看了我一眼, 说, 有备无患, 好吧, 很有道理, 我正吃着, 又听她说, 下次起早一点, 带你去吃广式早茶。 我心中一动, 大学的时候, 我和十风几乎天天都会去, 大学城的广式早茶店里吃早餐, 算起来大概有四年没吃过了, 被她这么一说倒是挺怀念那个味道的, 我胡伦把嘴里的三明治咽了下去, 说了声好,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 在我妈满意的目光, 中上了十风的车, 车子跟着导航, 一路开进了大学城, 早茶店里的生意跟以前一样好, 来吃的客人大部分都是大学生, 等到我跟十风点单时, 老板竟然认出了我们, 还十分热情地送了我们一龙虾脚, 这种陌生又熟悉的氛围, 差点让我以为自己又回到了大学时代, 十风就这样, 做了我一周多的专属, 司机, 负责接我上下班, 我们的感情像是恢复如初了, 但我总觉得好像忘了一件什么事, 这天, 公司突然通知临时加班, 我提前给十风发了个消息, 让他今晚不用来接我, 加班加到一半, 放在一边的手机响铃了一声, 我还以为是十风又去买了什么夜宵给我, 拿起一看, 是杨诚发来的信息, 学姐, 你有空吗? 我就要离开宁峰了, 以后应该不会再来了, 走之前还想请你吃最后一顿饭, 不知道学姐方不方便, 本来想说没空, 又突然想起自己吃了人家一顿豪华日料不说, 还害得人家被十风好一顿阴阳怪气, 为了防止半夜想起这事, 以至于愧疚地睡不着觉这种情况发生, 我还是决定去会一会杨诚, 好, 但是我现在在加班, 可能要晚一点, 杨诚几乎是秒回, 没事没事, 学姐你下班了直接来我店里就行, 还是上次那个包厢, 我等你, 我回了个OK的手势过去, 下了班之后, 我拎着包往日料店走, 不知道为什么, 总觉得身后有道凉嗖嗖的目光, 在盯着我, 可回头一看时, 啥也没有, 太怪了, 不会被变态尾随了吧, 我下意识加快脚步, 到了最后几乎是跑着到了日料店, 学姐, 你来了, 我正顺气呢, 扬成这突如其来的声音自头顶传来, 吓得我差点没站稳, 他忙跑下楼梯, 关切道, 学姐, 你没事吧, 我摆摆手, 说, 没事, 死不了, 扬成挠挠头, 带着我去了包厢, 又给我倒了杯水, 看我缓得差不多了, 招手让服务生上菜, 菜上齐之后, 全程只有我一个人, 在吃, 扬成则是一会儿看看我, 一会儿又看看手机, 离开日料店前, 我能感觉到扬成像是有什么话, 要和我说, 我站在原地等他开口, 凉酒, 他是然般的一笑, 学姐, 我要去赶飞机了, 很抱歉, 不能送你回家了, 我笑着说, 没事, 那你快去吧, 别晚了, 扬成深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转身走了, 我输了一口气, 叫了个车回家, 到了单元楼下后, 趁着月色, 我看见门口处有一坨大黑影, 还一抽一抽的, 我寻思, 这怕不是哪家的狗走丢了, 于是试探性地, 咄咄咄了几声, 那黑影, 闻声一回头, 我眯了眯眼看不清, 又打开手机手电筒, 一道光照过去, 我赫然发现那黑影不是狗, 而是穿着身黑色风衣的石峰, 我吓了一大跳, 忙跑过去, 走进了才闻到一股子浓郁的酒味, 用手机光一照, 又看见石峰脸淡红熏熏的, 眼睫居然还挂着几滴晶莹的水珠, 我刚想问他怎么回事, 他就猛地拽住我的衣角, 声泪俱吓道, 爱欠你这个渣女, 分手四年, 我为你守身如玉, 你说不想异地, 我就独自一人, 孤身奋斗, 好不容易说服了我爸妈, 来到宁峰工作, 买了房又买了车, 满心欢喜地以为能跟你复合, 你呢? 你是怎么做的? 你刚和我分开, 就和别的男人结了婚, 还生了一对双胞胎? 你知道同学聚会那天, 我看见你带着你两个女儿, 我心都碎了吗? 呜呜呜, 你说你已经离婚了之后, 我又觉得我还有机会, 就在我以为我要成功了的时候, 你居然以加班为借口, 去外面和狗男人撕毁。 我被雷德那叫一个外交里嫩, 想要安抚他的话卡在了喉咙, 石峰看我不说话, 伸出手指着我, 控诉道, 怎么? 我连解释都不配拥有了是吗? 我也想解释, 可我的脑子已经被石峰搅得乱成了一团, 江湖, 他又干嚎了几声, 随后突然抬起头, 咬着后槽牙恨恨道, 你就说你打算什么时候二婚吧? 我, 我正欲把这个最大的乌龙说清楚, 才刚说一个字就又被他打断, 你不用担心你女儿, 我最近很喜欢带孩子, 特别是双胞胎, 所以我一定会把他们当作我自己亲生的来看待, 爱倩啊, 我都做到这份上了, 你就要了我吧。 我无语望天, 却看见二楼的住户正从窗子探出头, 神色怪异地打量着我和石峰, 丢死人了,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 忙拖着石峰进了电梯, 到了六楼, 我放轻了动作, 腾出一只手, 把他还在干嚎着的嘴给捂上, 不为别的, 只是怕把我爸妈吸引过来, 把门关上后, 我松了一大口气, 甩了甩酸痛的手后, 才得空去管趴在地上, 不知道是死是活的石峰, 我倒了杯温开水, 走过去用脚踹了他那小翘臀两下, 死了没, 没死汪两声, 石峰像一条咸鱼似的翻了个声, 中气十足地喊了两声汪, 我笑得肚子疼, 扶着他坐到了沙发上, 端起温开水为他喝了下去, 看他眼神中恢复了几丝清明, 我捋了吕思路, 开口道, 石峰, 你听着, 首先呢, 我从来没有结过婚, 更没有生过孩子, 可可和爱爱是我哥嫂的女儿, 那天在同学聚会上我是骗你的, 和你分开的四年里, 我从来没有再和任何人谈过, 其次, 那个被你说是狗男人的杨成, 他只是我们大三的一个学弟, 就是外号大孙悟空的那个, 你应该还有印象吧? 那天在日料店, 是我毕业之后第一次遇到他, 之前从来没和他联系过, 再次, 他今天请我吃饭, 真的只是单纯地吃了顿饭, 其他别的什么都没有, 吃完之后他就去赶飞机了, 说是要离开宁峰, 所以不出意外的话, 我和他再也不会见面了。 最后, 我同意你说的复合, 时风听得一愣一愣的, 等我全部说完了, 他依然是一副不太能接受的样子, 真, 真的, 你不骗我。 我做出发誓的手势, 看着他的眼睛, 道, 骗你我就是世界上最狗的狗。 他呆滞了一会儿后, 忽然爬起来, 猛地抱住了我, 像是开心到了极点, 把头埋在我井间 撒了欢思地叙道起来, 一会儿说, 太好了, 一会儿喊我乖乖, 一会儿又喊我宝宝, 不过, 喊得最多的还是老婆, 拉长了尾音, 一声又一声, 听得我心都快化成了糖浆, 屋内灯光, 暧昧, 营造出了恰当好处的气氛, 我回报住石峰, 情不自禁在他额间, 轻着了下, 对不起, 我有罪, 我忏悔, 要是早知道, 那个轻如羽毛般的吻, 会让我遭这么大的罪, 我一定不, 算了, 吃一欠, 长一智, 这次就当是个教训了, 我看了眼旁边睡得正香的人一眼, 小心翼翼地动了洞身子, 石峰眼洁洞颤了颤, 睁开眼先是看了我一眼, 又转转脑袋把周围环视一圈, 最后居然伸出手掐了掐自己的脸, 我的个乖乖, 昨晚那不是梦啊, 我没好气到, 咋的, 你觉得你得睡成什么姿势, 才能做出那种梦? 石峰听了这话, 脸上笑意逐渐放大, 掀了被子, 把自己闷进去一会儿后, 又探出头来, 一双眼不怀好意地盯着我, 我心中警铃大作, 满脸防备道, 你想干嘛? 他不答话, 你着眼, 又把头凑了过来, 我好想逃, 却逃不掉, 没办法, 任哉。